口舌生津 口水一下就出来了 我老想多放 哈喽 我们山妮 我是山妮 这里是北京的东二环 我身后是600多岁的明城墙遗址 在它的正对面 就是号称北京小云南的云南驻京办 今儿咱们就去那里吃春天 不过咱们这回不吃草了 改吃花了 我都跟大厨约好了 咱们一起找它去 又有好吃的啦 云南是中国西南地区的一个宝藏省 在那里能找到热带亚热带温带 甚至寒带的一万多种植物品种 被称为动植物王国 快看这个大厅 一秒到云南 这像一个云南的原始森林一样 大家看那个屏幕了吗 那个大屏幕是正在直播此时此刻的云南的各个地方的景色 这些水果还有包括这些鲜花都是从云南空运过来的 我们今天做鲜花宴的那些鲜花也都是从云南空运过来的 大厨就在楼上 走 咱们一块去找它去 哎呀 期待呢 哎 哈喽哈喽 刘老师好 刘老师好 介绍一下啊 这个是著名的云南菜大厨刘欣刘老师 大家好 刘老师我给您带花来了 我还带花了 我就借花献福 然后到您这边来尝尝正宗的云南的花 是个啥味呢 对对对 你赶得正是时候 这一次呢刚好是云南吃花草的这个时候 太好了 嗯 俗话说的好 这一次就是花花草草都是菜 今天我已经把您准备好了 你看一下 这都是准备了一些名单的这个花 印记的花 食用的花 嗯 我认识这个 玫瑰花 对啊 这个地球人都知道 对 这个茉莉花 对 茉莉花 平常会吃到茉莉花炒鸡蛋 对对对对 剩下的就是青花椒 哦 糖梨花啊 对对对 糖梨花的 对对对 诶 这个有点像鱿鱼 这是什么呀 石榴花 哦 就是那个石榴花的那个花拖是吧 对对对对 哦 好神奇啊 这个也能吃竟然 对 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这笋片吧这个 没有 这个是芭蕉花 芭蕉花 对 西双版的 哦 特别多这个 单指人特别喜欢吃这个东西 嗯 都没吃过 哎呀 太好了 那我们就开动呗 今天我做一个家庭版的 湿蒸的 这个是云南的土鸡 哎 选鸡肉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什么吗 呃 可以稍稍的转一点 什么叫转一点呢 就是肥一点 就是它的皮要厚一点是吧 对对对 油脂丰富 对对对对 多一点 嗯 这个蒸出来的 鸡蛋会特别的香 那这个茉莉花 咱们啥时候放啊 蒸好之前五分钟 嗯 放进去 哦 其他的这个花香 你看它的这个有个梗 嗯 这个梗呢就容易时间太长的话呢 容易发苦 嗯 发色 现在好苦啊 好苦啊 那我们是不是开始 好 开始吧 料酒 放点葱 盐 按摩一下 但这个呢有个特点呢就是 嗯 按摩完以后呢 那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鸡呢 按的比较实 压实 好 可以把水加进去 可以倒水了 那您喊停啊 好 这个水呢一般是一比二 两份的水 对对 一份的鸡肉 对对对对 好嘞 我来放 有点烫 有点烫 对对对对 就是翻到里面 大厨都不怕烫 对 烫惯了 哈哈哈哈 哎 那咱们这个是热水上锅是吧 嗯 对热水上锅 我大概蒸短时间呢 这个呢像这种 这你一个半钟头 正好蒸着七锅鸡 我们就可以做其他的了 嗯 好的 下一道菜咱们做啥呢 做一个酱爆石榴花 好了 我们现在要做这个 酱爆石榴花 对对对 噔噔 这新鲜的石榴花 它是发橘色的 对对对对对 变成这种肉色 是因为焯了水 对 焯了水 要焯多少变水 它那个一变 一变 对对对 它那个色味就可以了 焯完水以后呢 把这个要泡到水里面 泡到盐水里面 嗯 差不多泡两三个钟头 然后呢就可以 再把那个盐水冲掉 用清水 就可以了 嗯 这食材呢在晚上也能买得到 在摘石榴花的时候 一般摘的都是熊花 这个熊花呢 它的这个花托是三角形的 雌花的花托就会大一些 为啥要摘熊花 因为熊花不用生石榴 就它不用长石榴 要把雌花留着长石榴 因为还要吃石榴 来 加油 姜片 蒜片 火腿 看这个慢慢的爆香以后呢 我们就加酱 汤吃老酱 豆瓣酱 我怎么吃 对 把它爆香 可以把水又花 倒进去了 对对对 再说 加点汤 好 没汤的话加水也行 半勺盐 白胡椒粉 老抽 生抽 绿椒和红椒片 成品盘 对 我们用这个吧 可以 对盘子里来浇 好 好 好 来 你放这些 这个 那个石榴花 特别像 我给孩子做的那个早饭 那个小章鱼肠 那个形状 对 好可爱 好 看 我们的酱爆石榴花 就做完了 这 尝一下 它酱味特别浓 一热顶三鲜 还有这个盐和这个酱油 一定要注意 因为加多了以后 因为它酱本身就特别咸 嗯 这个我觉得真是下饭利器 嗯 好想来一碗米饭拌着吃 煎上菜 嗯 刘老师咱下一道做 怎么嘞 八角花 其实包烧这种做法 它是云南的一种特有的烹饪手法 少数民族这一块 对 特有的烹饪手法 它是把芭蕉叶当成器皿去烹饪食物 对对对对 这包烧可以包烧一切 我们今天就来做包烧芭蕉花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做 好 开始做吧 好 开锅 好 前方油 蒜末 姜末 葱末 豆腐 这个时候呢把香茅和香柳 香料要炒一炒才能激发出它那个香味来 这个芭蕉花我全放了可以吗 可以馅点那个汤 盐 盐 小米辣 哇 颜色一下就亮起来了 刚才倒进去的汤汁收干就行了 就 当你收干的时候 它的味道就入到这个里面了 好 关火 那芭蕉叶咱们就用这一张吗 顺着它的纹路一撕就撕下来了 特别韧 对 烤一下会正好 对 让它把那个芭蕉叶的香味 再入进去一些 对对对 更美味 对 就是让它的这个汁 不用露出来就行了 嗯 现在就是这个 给起来 哦 你看 这个呢就要放到火上去烤就行了 在这个上面呢烤个五分钟就OK了 那先让它烤一会儿 好的 这个汁锅差不多了 嗯 差不多了 嗯 看一下啊 因为提前五分钟要把这个 茉莉花放进去 对 提前五分钟就能除它那个色味了 对对对对 我们就吃它那个芭蕉叶的香味 好轻啊这个汤 对对对 现在我们把这个茉莉花 好 对 撒进去了 那撒进去 我能多放一点 嗯 差不多就行 哈哈哈哈 什么东西干构是最好的 哈哈 我老想多放 哈哈 好嘞 哎 你看 放进去以后这个开花了 花瓣就打开了 好漂亮 又偷偷多放了两个 再盖起来 好 五分钟 嗯 嗯 那我们现在做什么呢刘老师 我们做个苏米饭呗 这个苏米饭要用到这个饭团 嗯 然后还要用到这个糖梨花 就长得很像花椒的这种花 现在放大油了 大油 猪油 蒜片 火腿丁 皱椒 好漂亮 嗯 我们什么时候放糖梨花 现在可以了 对 要钱倒进去吗 嗯 钱倒的 把它稍微煸炒一下 然后我们就可以加点汤 这时候加汤就要多加一点 要把糖梨花稍微煮一煮 再来 汤这么宽 好 可以了 好 盐 糖 胡椒粉 鸡粉 优质的食材就不需要特别复杂的 那个烹制方法 在它会的程度 同时呢你先尝一下汽锅呗 哦 汽锅就好了 对对对 期待它那个开花的样子 好累 哇 哎呀 太漂亮了 是不是 嗯 来块腿肉 嗯 我特别喜欢吃这个骨节的地方 嗯 对 哇 哇 你看颜色 嗯 看这个颜色 好好看啊 在这个鸡油 嗯 闻起来是淡淡的那种鸡汤的香 还有那个有一点点茉莉花的那种清香 嗯 你看这个碳里面就没有那个色味 是不是 哎 完全没有色味 对对对对 而且有一种清甜的那种感觉 我在喝口鸡汤 哈哈哈哈 太好喝了 这个肉一碰就散了 你看 对对对 都脱骨了 嗯 太好吃了 要勾芡了 嗯 对 勾芡之前呢 我们先要把这个 红椒丁 嗯 勾芡的作用就是让它更浓稠一些 对对对 能挂得住嘛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加点这个已经炖煮好的白鸢豆 哦 好嘞 好的 该饭团弄上 对 在炸这个饭团的时候呢 油温一定要高 哦 哈哈哈哈 哦 用高油温的话 它外边的那个壳会 瞬间会起酥 然后呢油不会吸进去 咱们大概炸到 这个表面呈金黄色 嗯 就可以了 现在呢我们就把它 包到这个小碗里面 哇 哎一按它就酥了 尝一下 嗯 嗯 嗯 都听得到咔嚓咔嚓的声音 太好吃了 哎呦好烫啊 哈哈 哈哈 哈哈哈 好了 我们现在要做最后一道甜品 鲜花饼了 哎呀我的最爱 刘老师这位是 对我们白岸大师 嗯 专门做点心的 所以这个就是 可食用的重瓣玫瑰啊 对 重瓣 特别多的层 所以大家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问清楚了是否是可食用的重拌玫瑰 然后才可以买来做鲜花饼 这个糖浆感 这么多糖浆 它是用放了糖吗 还是放了蜂蜜 那这个馅是如何制作的 大概就是白酒 还有红糖 还有蜂蜜 然后让它发酵 哇好漂亮 把这个包在这里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成果了 鲜花燕 茉莉花汽锅鸡 对对对 这是第二道 酱爆石榴花 这个是包烧 芭蕉花 这个是糖梨花配酥饭团 对对对 这个是我最爱的鲜花饼 好漂亮 你看做出来 粘粘烤出来的 刘老师 您说云南人为什么这么爱吃鲜花呢 因为云南是四季 都在吃不同的东西 你看云南是春天吃花 夏天吃菊 秋天吃果 冬天吃菜 云南十八怪 鲜花当蔬菜 是吧 对对对 就是说的这个 我们就开始尝一下吧 我特别想尝尝这个包烧的芭蕉花 我用筷子 这种 这样打开 哇 对对对 芭蕉花 太有食欲了这个 那也尝一下 那我就不客气了 对不用客气 我也尝一下 我的手机有没有退步 是不是 它那个香料的那种味道 也很足 这个芭蕉花吃起来 其实有点像那个春笋的感觉 对对对 一入口感觉 就像在云南的那个山林间 万不在西双版纳 对对 我觉得这个吃到嘴里 然后那个香料的香气 是从鼻子里呼出来的 对 感觉很棒 鲜花饼 对 你尝一下这个鲜花饼 嗯 来 给我们的镜头看一下 我要掰了 哇 酥酥的 超级酥 嗯 它这个酥皮 特别软糯 而且里面那个 鲜花馅 非常的香 你看它的层数分的也很好 嗯 特别分测 层次分明 就是开酥开得很好 我们今天来云南住京办 不仅尝了鲜花 看了鲜花 吃了鲜花 而且还知道了鲜花 嗯 不仅好看好吃 还有一些药用价值 对身体还特别好 所以在您居住的地区 有没有也有一些 嗯 吃鲜花的习惯呀 有没有一些 用鲜花做的菜品呀 欢迎留言告诉我 I'm Shani 我是Shani 这位是刘欣 刘老师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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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